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降吧 你看 如果我太原城一开放 城里的兵再出来 你就得全军覆没 杀一个 哪个当兵的家里没有亲老小啊 你呀做点善事 袁曾寿击坏了 心想 袁帅爷刘铁鹏啊 你上哪儿去了 你把这千金重担 担在我身上 五万人的命扔给我不管你走了 嗯 我有啥权呢 想太冤了 我们没有打几仗 不想 现在我们已经住在包围之中啊 这 嗯 不要紧 我还有一些希望 只要是刘铁鹏抓住柴哨 就可以把我的命换回来 对 带我略失小计 哎呀 善 有人说的 哎 我佩服您用兵如神啊 冒家甘拜下风 至于投降吧 这个 我是父职啊 我做不了主啊 元帅是赛展雄刘铁鹏 他不在 我传令谁服啊 这军兵不能听啊 要是不听 再打起来 哎 死的人就更多了 如果善元帅有好生之德 你能不能等一等 等刘元帅来了 我们商量商量 何去何从 再给你个信啊 嗯 可以 不能赶尽杀绝 现在是四时 这么办 身时一到 如果你家 如果你家元帅不回来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在身时之前 刘铁鹏要回来 你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 不过 这个时间 你们不能动 就在这等着 哪个敢 拿刀五枪 叫他当场毙命 是是是是 多谢善元帅 好 就这样 传下将领 告诉军兵 将官 不要打了 都在这休息吧 大唐兵将 不敢走 在外围呀 看着 把这堂 就看到这块 等刘铁鹏 刘铁鹏哪儿去了呢 刘铁鹏追赶柴哨 柴哨急得了不得 很快两个人离开江场 又拉近距离 刘铁鹏说你给我站住 柴哨 就说你还跑了我手心吗 赶紧下马扶绑 我不会杀你的 你有用 柴哨急了一学马 刘铁鹏 一个怕了一个罢了 你你还追我 我凭什么不追呀 你太有用了 下马 我我就不下马 这点手里端着枪了 他扎一枪 刘铁鹏 气乐了 就你呀柴火棍一样 一撩用刀 枪飞了 这边枪飞 刘铁鹏再看 柴哨了 又跑了 也不知道跑出多远呢 跑来跑去就进了山环了 前面是树林 他该拐个弯啊 就看不见了 他追进山环绕过树林再往前走 前面是三条道 密密麻麻麻的树林轮轮钟就听了 哗啦哗啦哗啦越来越小 三条道 他往哪走 看看这三条道 均有马蹄影 别追错了 这追错了再回来可就废了 那么正合计呢 从山上下了个打柴桥夫 个子特别矮 素素可能太大了 弯腰驼背 柴捆又大 这柴捆都拖了地了 这人戴着大草帽 草帽往下压着 挑着柴捆 忽散忽散 嘎吱嘎吱嘎吱 从山上扬长小道下来 想要上正道 往相反方向走 刘铁鹏骑在马上一开 碰见人了 我问问挺好 哎 打柴呢 我跟你打听打听 刚才你看没看见一个 骑马的白胡子老头 往咱们走了 这打柴的站起来 看看刘铁鹏坐在马上 没言议 忽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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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离着挺近了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我啥会 我问你看没看见 你说呀 你说看见 没看见呢 打柴的还没言议 他把柴蛋呢 往旁边一放 旁边是个石头 往这一坐 拿下草帽 忽散忽散的山峰 刘铁鹏是个气呀 就凭我 掌管五万人 生杀大权的元帅 打听个道 没人理我 哎 看柴呢 我跟你说话 你聋你不 没听见的是不会说话 小夫也没瞅他 自言自语冒进 哎呀 怎么回事呢 我弄不明白 奇怪 哎 会说话 哎 我问你话呢 你说什么 弄不明白呀 啊 今天 我怎么琢磨琢磨不透 啥事琢磨不透 我问你话呢 你说 我家 有一匹客马 哎 带橘子了 好不几个月 今天呢 下个小子 你说奇怪不奇怪 那什么奇怪的 你说下个什么你 那你说下什么呢 那马下子下什么 下头毛驴 他我就不明白 他这马怎么能下毛驴呢 刘铁房这个气呀 我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 哪个马下驴 马能下骡子 驴也能下骡子 马下马 他怎么能下驴呢 是啊 他我就琢磨不透 我就不明白呢 你说这个小兔高子 他怎么不下马呢 你说什么 我说呀 这小兔高子 他怎么不下马呢 刘铁鹏坐在马上 眼珠子一顺 我说 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家马真下驴 没听说 为什么兔高子不下马 说我不下马呀 哎呀 他想发火 又一想 别发火 也是 我问路 我坐在马上 哎 已经跟人吵吵 不礼貌 嫌我没下马 我把他杀了 他往左右看看 把一个人都没有 把他杀了 我更找不到柴烧了 是让他找啊 这地方挺大 东一条西一条 他从里边出来的 哎 人在矮下 只可把头地 下马 下马 手牵着缰绳 他可没敢扔啊 哎 乔夫 我问你路呢 你看没看见个白胡子老头 披着黄袍 往里走啊 你是在半山坡下来的 你不是看得挺清楚吗 啊 乔夫乐了 看见了 哎 我眼看这个老头啊 奔中间那条道走了 我一看呢 哎 我乐了 他走的是死路一条啊 前面那条道没到 东西两边走啊 都能出去 就这条道过不去 过不去我也没告诉他呀 他没问我呀 他像你这样客客气气的 说乔夫 我从哪条道走 你找人 我不就告诉他了 我没里面查 嗯 他呀就从这走的 这条道怎么没有路啊 哎 这叫牛鸡交域 知道不到 牛鸡交域啊 越往里走 是个牛角尖 悬崖峭壁过不去 一会儿啊 他准的回来 你在这堵着他就行了 哦 多谢乔夫 不用不用 在家看父母 出外靠朋友 问条道 费啥劲啊 我走了啊 挑柴虎蛋 忽神忽神忽神 他走了 啊 六鸡文高兴 提马奔中间倒塌塌塌塌塌塌 干嘛 呦 完了 等刘铁鹏倒进前一看 哎 乔夫说的真对 怎么 真就是啊 这个道到这儿 就到底了 两旁边悬崖 峭壁 无路可通 杂草葱生 拐石横博 两旁边 市草沟 走不过去了 柴少 二目发誓 刘铁鹏说 柴少 这回下马扶榜吧 不 我认可一死 我也不扶榜 不 我说姓刘他 你不该赶尽杀绝 此番本宫到太原 被你困了半个多月呀 绝了粮食 差点没死了 可算得以活命 你又这么样 我和你拼命 苍狼抽出泪下宝剑 还 说 就是一剑 刘铁鹏气乐了 柴少 你有枪 都不行呢 弄个破剑 吓死谁呢 快过来 再不过来 我要你命 喳喳喳喳 哇呀呀呀呀 这一叫柴少 一哈枪 我的妈呀 说着来刀切尽 探背绑 来抓柴少 就这么功夫 就在旁边那个 横卧石头后边 蹭 扇起个人来 谁在这抄的什么 我正睡觉 睡得正香 你们抄的嚷嚷嚷的 当我睡觉 你们干什么呀 哎呀 柴少喊了一嗓子 哎呀 小爸爸快来救我 哎呀白虎老头 哎哎哎 我问你俩干嘛呢 吵架呢 啊是是是 我们俩吵架了 哎呀 真不得好歹 你说你们都满把胡计了 不合合气气的 吵什么架啊 把我给惊醒了 行了行了 我给你们拉架吧 给你们说喝说喝 和解就完了 柴少说好啊 哎 你帮帮忙 叫他放了我 哎 等我问问 刘铁鹏说 娃娃 你吼 小小年轻懂什么 我们是两国交战 你说喝什么 你能说喝得了吗 什么事也不能说喝呀 我们春节打架 都找人说喝 那个歪毛淘气打架 都是我说喝的 我说喝的可好了 哎 这么啊 我告诉你 你们俩叫我说喝 说不说不 陈上说好啊 好啊 刘铁鹏 你叫他说喝不 哎 说喝 说喝 他赌气 哎 我这人啊 还有毛病 你们要不叫我说喝 我扭头就脚 我不管 要叫我说喝 我可有脾气啊 嗯 叫你说喝你有什么脾气 这么谁 我要说喝就得和解 谁要不听话 我可打谁 如果跟你俩说喝 一个啊 说我说喝的公平 另一个说不公平 我就帮着这个人去打那个人 如果说 他要是说 行了 我同意 老头位 白胡老头 你不同意 我帮他 救你 听到没有 刘铁鹏先话哪有这样人呢 小娃娃 你不要再打乱 那不行 刚才你说叫我说喝了 我得问问 哎 白胡老头 你们俩为啥吵架呀 哦 他是这么个事 我是大唐营的 他是余文国的 两下打仗 江场上啊 我们元帅 善灵运 和他交战 我在旁边 关敌撂阵 我是在这看你 谁承想他不讲理啊 他放着元帅不打 他扭头揍我 打看热闹的 对啊 他无辜就问我来了 我一看不好 怎么办呢 我扭头就跑 我怕他不行吗 他非追不可 追到这了 追到这还要杀我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 你说 他就忍心杀手 这个事儿是不是怪他 啊 对 你有理 我说 大哥呀 你也不像话呀 打仗打你的仗 你干嘛打看热闹的 这就不讲理 七息不打 八息不骂 这是我妈说的 他这么大岁数 你要打他 不行 你输了 去吧去吧 你走 你呀 往旁边一闪 叫这白虎老头 一走 我这架 拉完了 流铁鹏乐了 小娃娃 你上嘴唇 下嘴唇 一碰 叫我闪开 放他走 这仗就拉完了 啊 我拉低 你看 公平不公平 呸 小东西 这是两国交战 是开玩笑吗 啊 我能放他走吗 他是驸马柴哨 拿他 能换江山换设计 换城池 哎呀 你这心不好 老专老头就换这换那个 你有能力自己挣啊 干嘛搁人换呢 你没出息 胡说 娃娃 你闪开 我不想开 我真有脾气 拉架不强 我就帮着白虎老头救你 你等等 说着 这小孩 跑到石头后边 一伸手 滑了滑了 滑了滑了 拿锤一队 大锤 还小家 看锤 我真是有勇无毛 对啊 听战将军族说 大唐营有个小孩 说长得干巴巴的 球筋 有力气 使锤 我做梦没想到 他长就这么点 看着十一二十岁 哎呀 我要上当了 娃娃 看刀 举刀就动 那么柴哨到牛角狱 王小义接应 这是巧狱吗 不是 这是单凌狱事先安排 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了 单凌狱说五路派兵 活勤刘大鹏 那四路 每一路给五千人 一共两万 是抄了敌人的营坛 另外一万人 堵住江长的大将 由于刘大鹏赛展雄 确实武艺高强啊 屡利过人 应聘就是小义也不行 小义啊 只能用他一技之长 有力气 三下两下 怎么对方就砸不得了 如果真靠功夫啊 那还差着 特别是刘铁鹏 如果不离开他的军队 有五万人 还有那么多的将文 一时难以取胜 就是取胜 也得伤兵折将 要死人的 第一仗要打得漂亮 干净利索 只能智取 不能利敌 用调谷离山之计 把主将调走 群龙无首 一下子被包围了 那么这伙人呢 不打自命 刘铁鹏孤军深入 他也心里没底 把两下分开 故意叫柴少 马往前纵 落光而走 后边俩人保护 就是崔文静 但崔文静本身呢 不太知道 保护他一打标呢 就缓了功夫了 中途有人 暗中堪阵 刘铁鹏 这要是伤柴少啊 那不可能 柴少也会功夫 小义在这等候 刘铁鹏现在心慌了 心里没底了 手中大刀 搂头一剁 刷一下来 小义警 没有啊去正式磕 而是左手锤 照定刀杆上一砸 是这么砸的 本来就往下使劲 你再一砸 那还拿得住 刀掉了 这手锤把刀给打掉 这手锤上了 眼睛望上看 锤望下打 把马腿给打折了 前腿一折 哭秋 马这么一握 刘铁鹏从马脖子上 咕噜 就摔到地上 哎呀 他想起来 再看从草沟里 噼的噗的 出来七八个人 手拿冰刃 别动 眼睛 妈尖头龙二倍 拿着把他捆上了 窥头打掉 给他拿着 刘铁鹏怎么样 拿你 如反手观文 走 旁边又有人 给牵过马来 把刘铁鹏放在马背上 那死马不要了 随后 小义 跟柴哨 乐乐呵呵的 走出牛角域 直奔 江场 到江场的时候 已经过了五十了 没到深时 李远啊 小义就喊 袁帅爷 我又立功了 这回我该生乖了 大伙这个笑 哪有要官的 就你那脸皮厚啊 七如花过来 哎哟宝贝啊 你赢了 娘啊 咱能不赢吗 你怎么样 我们也赢了 你看 那敌军啊 都被围到一起了 哎 袁帅叫你呢 单铃鱼赶紧过来 哎呀 柴王千岁 您受惊了 哎 不不不 反正是吓一跳 那位说了 打柴的侨夫谁啊 不是别人 正是侯德志的父亲 侯云飞 侯云飞 是侯登侯俊吉的儿子 侯云飞啊 那也是一路总兵啊 他怎么到这 他呀 是送马来了 连看个儿子 就被单铃鱼留在这 叫他半座侨夫 骂刘铁鹏 侯云飞也过来了 洗礼师真佩服善领域啊 侯德志说 爹 这回你可立了功了 应该的 我是立功赎罪 丢失官城啊 哎 有罪有罪 回头再说善领域 把刘铁鹏带到眼前 亲解其福 把亏拿过来 你带好 为什么 他那几万人都在那边呢 袁帅这模样太狼狈了 请坐 叫他坐块石头上 善领域劝他 刘将军啊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说的 善领域 既然被秦 要杀开刀 吃肉张口 皱住眉头 非为英雄 你杀吧 错了 没想杀你 我佩服你是英雄 你是错头主人 为什么担保余文成雄 余文成雄 想干什么不到 他野心 一心替他父亲报仇 一心想得皇位 他得有多少人呢 为他卖命 尸骨成山 要达他的目的 达不到 你还不知道 余文成雄 是奸臣余文化吉 小妾所生 余文化吉 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天宝将 余文成都 那是英雄 我们佩服 结果死在了四平山 四子余文成龙 在瓦岗寨战死 三儿子余文成乡 是个花花太子 死在了长安 只有小妾生这个儿子 余文成雄最小 是他 早早就把这孩子送走 学艺送到燕门关 后来 他用钱攻着他 成了气候了 他又给居家满门报仇 享夺大唐江山 匹服汉树 能行吗 他小门小贵 对着你表面开始 李仙夏是实际呢 叫你为他卖命 一人成名 白骨成堆药 来说